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航能力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种先进的战斗机 在机动性能和武器配置上也占有绝对的优势 同时它也是迄今生产的最先进和最昂贵的战斗机 这款战斗机至今仍拒绝对外出售 即使买方士气盟国和其他北约国家 也是世界战斗机排名2018首位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F-22的那些故事 F-22猛禽是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采用单座双引擎设计 主要担任确保战区制空权的制空战斗机 额外任务包括对地攻击 电子战和信号服务 F-22自2005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 用以取代上一代的主力F-15战斗机 洛克希德·马丁为主承包商 负责大部分机身设计武器系统和F-22的最终组装 计划合作伙伴波音国防太空安全 则提供机翼后机身航空电子综合系统和培训系统 F-22是当今造价最昂贵的战斗机之一 也是当今世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 配备了ANAPG-77主动向位列阵雷达 AIM-9X红外线空对空导弹 AIM-120CD中程空对空导弹 二维F-119-PW-100推力矢量引擎 先进整合航电与人机界面等 在设计上具备超音速巡航 超视距作战 高机动性对雷达与红外线隐形等特征 据估计其作战能力为前一代主力机种F-15的数倍 是新一代重型战斗机 另外在开发F-22期间所建立的许多先进技术 也沿用到了中型的F-15闪电2身上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 猛禽的隐形性能、灵敏度、精确度和态势感知能力结合 组合其空对空和空对地作战能力 使得它成为当今世界综合能力最佳的战斗机 我们来看看它的发展史 第一批的F-22于2003年1月14号 交付给内华达州的内里斯空军基地 并在2003年10月27号完成独初始作战实验与评价 到2004年 共51架F-22猛禽战斗机已全部交付使用 2006年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和其他1000家公司组成的猛禽开发集团 和美国空军共同获得了科利尔奖 这是美国航空领域的最富名望的奖项 美国空军将获得在7个现役作战中队之中抽调的F-22 并且由空军预备队和国家空军自卫队战斗中队 三个部门共同执行飞行和维护任务 2000年8月中旬 美国空军与此前合作多年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续签了一个价值50亿美元的到2011年的生产合约 从2008年起 F-22猛禽战斗机开始以每年20架的速度生产 在2007年8月29号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举行了完成 第100架猛禽战机生产里程碑的庆祝仪式 这下交付美国空军服役的新机生产续号是05-4100 美国空军原计划以262亿美元订购750架ATF 并于1994年开始生产 然而在1990年进行的主要航空器审查上 改为生产648架 并推迟到1996年开始生产 但是1997年由于经费不稳定 改为购买339架 2003年 美国空军指出现有的国会费用 只够其购买227架 截止2006年 五角大楼声明将订购183架航空器 这将节省下来150亿美元 但同时提高每个航空器的花费 这个为期多年的订购计划被国会批准 但同时仍然接纳新的订购计划 2006年4月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估计F22的成本是每价3.61亿美元 这个费用反映出F22的总项目的费用 由美国空军各战斗部门分摊并按计划购买 到目前为止 美国空军已经在猛禽战斗机的研究 开发和测试方面 投资了280亿美元 这部分被指为是沉默成本的费用 已经支出并分别用于未来政策的制定 包括一个战斗机的复制品 根据2006年181架战斗机的总成本计算 每架战斗机的成本估计为1.776亿美元 如果进一步提高产量 单位成本将会继续降低 这些费用包括了2000年之前 已经在研究和开发上投入的32.33亿美元 订购全部183架战斗机 实际支出了340亿美元 该计划的总费用为620亿美元 每架战斗机的单位成本约3.39亿美元 之后每架F-22战斗机的增量成本 可以大幅降低至大约1.38亿美元 若美国空军当前订购100架以上的F-22战斗机 每架的成本仍将下降 并可以随着订购数量的增加持续降低 F-22猛禽战斗机于2005年第一次 在美国犹他州正式开始服役 F-22并不是最昂贵的战斗机 B-2轰炸机 每架的成本大约为11.57亿美元 这是1998年的计算 尽管其增量成本低于10亿美元 但从冷战结束之后 订单数量从132架锐减到21架 大大提高了其单位成本 F-22使用比B-2轰炸机 或F-117战机更少的雷达吸收材料 预计可以降低后期的维护费用 2007年7月31号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获得了一个总价值73亿的 包括60架F-22战斗机的长期合约 这个F-22战斗机的生产合约 使这个公司获得了183架战斗机的生产任务 并会在2011年扩大生产规模 至今它还是禁止出口的 F-22目前还不能出口 因为联邦法律禁止出口F-22战斗机 大多数美国战斗机客户 转而要求进口较早期的战斗机 如F-15或F-16 或者等待包含F-22的先进技术 更为便宜 灵活 而且一开始就允许出口的F-35战斗机 据报道 日本政府有兴趣购买F-22战斗机 用于其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替换计划 如果采购可行 很可能会变相出口 预先减少性能 但仍具有大多数先进航空电子设备和隐形性能 但这种方法仍需要美国国会 联邦政府和国防部的同意 另外 昂贵的单价以及培养飞行员的昂贵费用 将会使日本的最高国防预算额度 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提升1% 2009年6月9号 日本防卫大臣宾田静一 称日本仍设法购买F-22 但有可能只购买40架作为精英中队使用 剩下的战力空隙 使用无人机和地对空导弹补充 以色列空军首席采购官说 以色列空军很乐意装备24架左右的F-22 但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拒绝出口这种飞机 而且2亿美元一架的价格太高了 一些澳洲的政治和国防评论者 建议澳大利亚采购F-22 而不是F-35 2006年 澳洲工党支持这提议 引以证明F-22是一种高性能战斗机 而F-35仍在研发中 其性能并无保证 但是总理霍华德及其政府 否决购买F-22 因F-22没有专门为出口而研制 而且不具备足够对地和对海打击能力 这评论得到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支持 称F-22在高昂的价格下 却没有足够的多用途性 这个分析遭到澳洲空军的批评 美国国会在2006年9月27号的一次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上 讨论了对F-22的禁止出口政策 在华盛顿的讨论会议之后 美国国防部宣布F-22不会出口 2007年 澳洲政府要求重新评估 购买F-35和F-A-18EF大黄蜂战斗机的计划 这个评估将包括F-22是否适合澳洲空军 另外乔尔菲兹集成 为了得到猛禽战斗机 我打算游说美国的政治家们 2008年2月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 他不反对将F-22出售给澳洲 可是国会需要修改现有法律 至今他已经停产了 在于苏-27升级型试剧外空战中 各种西方现役战机的胜率 F-22号称达到了91% 随着金融海啸席卷美国冲击全球经济 美国经济大幅下滑 美国政府财政紧张 多项高价格的军事项目被削减或中止 包括F-22战机 导弹防御系统 新型VH-71总统直升机项目 和空军的波音C-17 环球霸王3新型运输机等 2009年4月6号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2010年国防预算案 F-22猛禽战机将在再生产4架以后 关闭生产线 据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 提交的国防预算案 F-22隐形战机在再生产4架 达到总数187架以后 于2011年停产 成为美国史上生产周期最短的战斗机 2009年4月14号 美国空军部长迈克尔·唐利表示 购买更多F-22意味着能做的 其他事情就少了 而空军预算里 有许多其他关键和紧迫需求 停产F-22战斗机 采购F-35轻隐形战机 于2009年起 五年间将购买513架 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的 第五代战斗机的计划延迟 导致缺乏清晰空对空作战任务 加上避免高度机密性的 隐身涂料外泄 导致猛禽的出口禁令 最终因飞机的制造成本过高 和其他使用计划 使得F-22的生产项目提前终止 而已建立的F-22机队的维护 更是庞大的财政负载 2009年4月 美国国防部建议停止新订单 消减数量 经国会批准最终采购 187架战斗机 2010财年国防授权法 致使缺乏生产更多F-22的资金 2011年12月13号 第195架 也是最后一架F-22上线 在多宾斯空军预备一基地举行 它真的是那么完美吗 2009年2月 美国国内的一份报告指出 F-22的任务妥善率仅有60% 对此 美国空军回应 这在新系统部署时常见 其他报道提到的 平均每飞行1.7小时 F-22就会有重大的系统错误 而无法执行任务 2010年 美国国会审计办公室的报告指出 F-22的寄身结构 腐蚀的状况远比预期严重 国防部编列 2亿2800万美金来将以改善 在飞行操作的成本方面 2005年 F-22每飞行一小时 需要23282美元 2007年 美国空军预算分析局 估计到了2015年时 这个运作成本将上涨到 49,549美元 2008年 F-22的公开运作成本是 19,750美金 相对于F-15 仅需17,465美金 F-22并未能 如设计阶段预估版 具备较低的操作与维修成本 这么贵的消耗 真的是上不起啊 可能有些国家买得起 也养不起吧 好了 今天的F-22战斗机就讲到这 你在哪些影视剧 或者是游戏里 看到过它的身影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感谢你给大家讲了一些 关于F-22的其他相关资料 如果感觉我们的视频 做得还不错 帮忙分享到您的其他社交平台去吧 为了避免你我失联 可以点个关注 外加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